朋友说如果我也是想收高息的 因为以前有些人想收高息就会买内银 现在他说如果他想买其他内银 他想买其他类型的高息股 应该怎么选择 用什么条件去选择 几厘以上才算是合格呢? 还有问你如果收息股的话 你有什么好建议呢? 其实我会觉得在收息 首先说了什么股是好的之外 不如我们去考量一下思考的模式 其实在近代为什么有不少的高息股 是不但仅是利息可能给了你的 还是在股价里面成为投资者的坟墓呢? 其实最简单的原因就是 他没有考量到那个企业 在无论中国行业的文官面 有没有某些sector有个翻天地幅的改变 又或者在疫情这个百年难得一遇的情况之下 原本是说了很多年是太平盛世修息 是当无事的营商环境 是突然间有个翻天地幅的改变呢? 当有政府的政令 和近乎人类都没见过的疫情之下 其实有些企业的营运逻较转了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买这个所谓的收息股 都是要想清楚 我现在买这个股票 由我买入这一秒开始 其实它会不会受到那个 就算刚才朱长所说的中国政令 还有就是说这个疫情的因素 是会令到他的派息 是有一个结构性的负面影响呢? 你看到很多其实都有影响了 比如说内银 或者是Viz 或者是已经灭门到 已经是连息都没有了 比如说内房 以至是物管 你看到已经是打到花了 当然啦 我幻想打了100只股票 总会抽到一些 疫情期败都不是太受这两件事影响的 其实也是有的 如果你硬推一两只的话 比如说941似乎不是太受这两个宏观因素影响 因为941似乎是电商公司 中国对他政令的紧估咒 最多就是说在那些 不管你多少G都好 那些Pan不可以是太过市场价格 都要有少少表面市场价格 都要有些限制的 否则如果老实说 如果是纯自由市场的话 中国移动也早发达了 怎会 盈利紧了是千亿亿这么多年 问题是他紧了 政令对他的限制仅仅是价格不能上浮 还是他不会打到你无限下浮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看到近一年的中央疫苗的业绩 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想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现在右派差不多 预期涉及到差不多100厘 就变成了一个所谓可以留意的空间 另外其实大家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看看诸多近日的 收息的股份 譬如说被标榜 为一向的sector 都是公用类的 或者是收息类的标榜建设的sector 你看它的图表 是近52周高位 还是近52周低位 我们就用反向人性法 因为人性是正常的角度 就是看52周高低位的图 如果是以收息的股份 看到相对低位也觉得是便宜的 他可能会冲进去买 相反近52周高位那些 他就觉得可能来说是贵的 但是我个人如见 就应该用反向人性法 你想清楚 当然你想清楚的道理 那些基金不是傻的 或者是以基础流资者为主 香港那些基础不是傻的 人家如果追了一只标榜为那么漂亮的收息股 赌到近52周低位的 究竟是我们三个肉眼是雪亮 还是整班八大投行的人是错误了 大家心照哪个位 你不要介意 究竟是普通省会赢率高 还是八大贵族投行是赢率高 我都免得说了 大家明白了 OK 那变成了人家是浪到相反 还是浪得上52周高位 近52周高位的 还是仍有一个合理的仍律的 人家够胆地撑上去的 他应该会有一些原因吧 这些是撑上去的力量 我相信不是18区散户撑上去的 OK 那大家应该是用一个反向人性的思考 可能更加容易找到正确的答案 明镜지钧 努力章